第141章 太阴荡摩真爵 刚才似乎也是活死人与宁州大侠类似 孟奇想到便说了出来 之前他就将杨甲 茂林之士和盘托出 真的 江只薇下意识反问了一句 莫非生死无常宗的活死人便是从这仲上古隐瞒天机之法演化而来 喜剑阁虽非道门 但毕竟传承了节天七剑之一 有太上剑精与道门关系匪浅 故而 江只薇没有直接说 生死无常宗会不会是真武大帝的道统之一 再说这种隐瞒天机之法 也确实未必只有真武大帝懂 看到他和阮玉书 其正言略显疑问的眼神 孟奇点了点头 我还不敢确定 等下再遇上 就用变天机地大法试试 我们会护住你的 江只薇自信满满道 因为不能确定是不是活死人 孟奇的变天机地大法未必有效 若是他单独一人 除非真是走投无路或另有脱身之法 否则不会冒险尝试 可现在有江只薇 其正言和阮玉书 哪怕失败 受到反噬 也不至于陷入绝境 其正言略显感叹 没想到变天机的大法如此神奇 竟能唤醒深层记忆 谁能想到 一门刚好他在外景线上的精神秘法 有这种让人难以置信的用途 即使他几乎没有别的效果 光是这点 便值所需善功了 闻言 孟奇笑咪咪道 奇师兄 想试试吗 说不得唤醒深层记忆后 你发现 你真是我表哥呢 而且还能唤醒速食轮回的残缺记忆 也许上辈子还是我表哥呢 真的不是一试 其正言脸皮抽搐了一下 侧头看向另外的地方 握着龙纹赤金剑的手紧了右紧 阮玉书清冷观察着四周 宛若随口 你不是一直担心恶难吗 练成之后可以对自己试试 自己无法唤醒自身速食轮回的残缺记忆 只能寻找有缘之人 纠缠了很多轮回之人 通过唤醒他的记忆碎片激发自身 再立轮回 孟奇一副饱受打击的样子 这种人可遇而不可求 旁边思考的江纸威忽然开口 有点不对 刚才的活死人 有内景外显的独特感觉 当是外景水准的强者 可表现出来连半部外景都不如 没有威压 没有力量 仅能引起阴火蔓延 与宁州大侠不同 对啊 他的身体亦有腐烂 孟奇立刻回想起这点 对自己的判断 愈发拿不准 这时 江纸威发现 地上的坑洞里 有一件事物残留 用剑挑起 是一块刻有名文的玉佩 他受阴气轻染 灰白斑驳 有不少年头了 软家以情道立家 人文鼎盛 故而软玉书对辩识玉佩 很有擅长 玉佩上的文字 与主世界当前类同 孟奇虽觉疑惑 但还是读了出来 日之乡 黄岗 好霸气的名字 联想到黄岗 孟奇忍不住付匪了一句 众人面面相去 皆不知日之乡和黄岗 只好收起玉佩不提 简是别处 棺材里还有小字 过了片刻 齐正言找到了线索 孟奇等人围了过去 发现棺材内壁两侧各有文字 众人的右边 原本刻满了银头小转 可都被人抹去 只能勉强识别几个 日 真解 阮玉书低声念出 将只为想了想 当是一篇功法 孟奇转头看向另外一侧 那里有着扭曲难看的一行话语 与玉佩之上的文字类似 此地有鬼 不要取任何事物 每一个字都歪歪斜斜 仿佛双手不听使唤之人 用尽了全部力气书写 看得孟奇心里冒出一股寒气 从文字看 应是刚才的活死人所写 能让一名沟通天地的外景强者 害怕地说有鬼 该是何等的诡异恐怖 是用指甲刻的 躺在棺材里刻的 将只为仔细观察一阵 做出了判断 阮玉书更进一步 每个字都有差别 与棺材之上留下的痕迹 亦有不同程度的腐烂 当时历史百年之上 每隔一段岁月刻下一画 方程话语 百年以上 岁月相隔 孟奇脑海里 当即浮现出一幅画面 一个被恶鬼拘禁的活死人 静静地躺在棺材里 每隔十年 或者更久 短暂恢复了清醒或身体记忆 靠着本能或坚持 只能刻下一个文字或者几滑 岁月流逝 终于留下了对后人的警示 这样的场景 光是想想 就让孟奇等人不寒而栗 地全灵芝 阮玉书看了看戒子环 清冷的声音 在阴气改变下 显得幽深飘荡 孟奇哼了一声 不怕 反正都是换给六道轮回之主 恶鬼有本事 就把他给拉入灵墓 再说 自己还有佛前清灯和天之伤 阴邪难清 大家精力丰富 连灵山都入过 哪会被恶鬼轻易吓到 文言皆是汗手 忽然 孟奇左手拍了下右手手背 我知道 为什么刚才的活死人 明明有外景的境界 却连半步外景的实力 都发挥不出来了 不等江芷威等人说话 他自顾自道 他是活死人 不是僵尸 不是时间沉淀越久 就越厉害 他的身体在慢慢腐烂 再往真正死人发展 历经几百年后 还能有现在的水准 当初恐怕异常强大 对 宁州大侠过世才十来年 江芷威赞同道 讨论了一阵 四人继续前行 维持着刚才的队形 穿过这间墓室 又是永道 两旁没了壁画 惨白一片 越走越是昏暗 先前不知 从何处来的光芒完全消失 孟奇眼中的黑暗深沉 仅能靠着开眼翘的神意 勉强变路 其正言拿出火折子 将它弄燃 光芒裁线 一阵阴风凭空而来 将它吹灭 连续几次 孟奇等人换了好几个办法 可无论怎么遮蔽和阻拦 火折子都会熄灭 到了最后 更是连燃都不燃了 小心点 孟奇沉声到了一句 天之伤电光缠绕 照亮了前路 雷蛇此起彼伏 前面忽明忽暗 更有阴森之感 前面有一处很大的目视 孟奇回想着地图上的内容 话音刚落 银白照耀之下 前方献出了涌到的尽头 那是一扇紧闭的石门 上书古代撰文 九泉之下 将指挥读到 手中白红冠日剑 没有丝毫颤抖 阮玉叔抿了鸣嘴 作为小女孩 她内心深处 还是有点害怕的 孟奇天之伤横胸 左手连翘带剑 推开了石门 沉重的喳喳之声响起 尖锐刺耳 淡淡的银白光芒 从墓室内透出 透过半开的石门 孟奇看到了一座 宏伟的墓室 她宛如电阁 上方穹顶不是石头 而是一道道水墓 缠缠之声不绝 凭空流淌 殿阁中央有一块奇特玉碑 闪烁着月华般的光彩 将上方水墓映照的 波光玲玲 整个墓室如梦似幻 玉碑之上刻着银头小字 只有几个文字稍大 像是题目 太阴荡摩真诀 与孟奇并肩的江直威 也看到了玉碑 将那一列较大的古传 读了出来 听名字 像是真武大帝 遗留的功法之一 孟奇从荡摩二字 想到了真武大帝 九天档摩祖师的称号 虽然肯定不是最好的那部分 但真武大帝何等身份 遗留的功法 再差 也有外景啊 阮玉书平静道 没见过记载 或许上古便已失传 其正言猜测道 说是猜测 孟奇却觉得他言语里透着肯定 四人踏入这间墓室 直接走向客有 太阴档摩真诀的玉碑 月光荡漾 波光阵阵 整个墓室宛若月宫 在孟奇等人的背后 一道月光扭曲 扑得幻化成人形 披散着头发 双手成爪 扑向最后的其正言 来者双手惨白 指甲极长 凝聚了月光 带来了酷寒 双爪之前 寒冰凝聚 暴风呼啸 雪花片片 既干扰了视线 又仿佛能冻僵灵魂 割破身体 月光人影扑出时 孟奇胸口佛前 青灯摇曳了一下 回身就是一刀 刀如雷光 快捷无伦 刚才看到 便已批到了双爪之间 当 雷霆爆发 击碎了寒冰 齐正言长剑四龙 带着冰风此处的深寒 刺向了来者眉心 将指挥跨前一步 先守住了阮玉书 长剑荡起暖风 抵御酷寒 阮玉书弹出了 网声解脱咒 声声入耳 四禅音 四道银 月光人影四生四死 又是一名活死人 脖子有腐烂之处 发挥出的实力 略等于半步外景 听到情音 本带融入月光 再行其息的他 猛然一缓 抓住机会 孟齐气质改变 带上了神魔般的奇异魅力 与天地交融 居高临下俯视轮回 一片幽深无波的大海呈现 金芒深藏 如同收集的阳光 周围黑雾弥漫 笼罩和束缚着一切 孟齐竭尽全力 唤醒着记忆碎片 波浪起伏 金芒跳跃 想要挣脱黑雾 突然 黑雾一沉 化成一道人影 穿黑色滚袍 戴平天之冠 面容轻渠 双目幽深 侧头看向孟齐 仅是这一眼 孟齐的脑袋如遭雷击 剧痛无比 惨叫一声 鼻血喷出 耳朵嗡嗡作响 再也无法感应到心灵大海 真武大帝 第142章 镇龙台 孟齐鼻血狂喷 眼角嘴角皆有鲜血一出 抽痛深入骨髓 头晕目眩 与天地交融 神魔般沧桑腐蚀的感觉 当即消失 握着天之伤和子武的手 剧烈颤抖 与此同时 一道带着无穷憎恨 和愤怒的嚎叫 从地底爆发 回荡在众人灵魂里 他似乎藏有灵木深处 真正的九泉之下 因着孟齐变天基地大法 对心灵的唤醒 而感受到侵犯 恼复苏 让人不寒而栗 能融入月光的火死人 依然四生四死 气息微弱 没有疯狂的迹象 似乎变天基地大法 毫无用处 不过 他还是有了明显的停滞 让江芷威等人 看清楚了他的长相 这是一名女子 白发披散 皱纹深重 可衣物典雅雍容 仿佛大家族里的老夫人 她双目泛着银白 如同两轮明月 光是站在那里 周围的气温就下降许多 身前绝对是不可小视的 外景强者 可如今脖子腐烂 浓水横流 仅能发挥 普通半部外景的水准 像是被人 将灵魂活活地拘禁在 会腐烂会死亡的肉身里 难以解脱 有了机会 本就已经出招的 齐正年岂能放过 龙文赤金剑剑尖之处 突然有剑光暴涨 却是伸出了三尺剑芒 剑芒精盈 凝炼璀 如同万载寒冰所画 一下越过最后的距离 刺到了火死人眉心 就在这时 一道电光亮起 从远处奔腾而来 瞬息之间便已抵挡 将月宫般的目视 照得如同白昼 孟奇能勉强认出 这是一根长矛所画 可速度实在太快 比极光电剑 萧正海之剑 快了不知多少倍 完全超过了孟奇的能力 刚有所感 他已到眼前 连举刀招架的机会都没有 虽不及真正雷霆 但也非是凡俗了 视线之内 雷光藤月 将孟奇瞳孔罢满 一片银白 在他的面前 自己等人宛如泥雕木偶 突然 一道剑光亮起 如金红 四飞侠 美轮美奂 虚空未知震动 天地随其变化 无人无我 无物无相 剑气激荡 墓室的月光被直接隔断 一半明一半暗 除此之外 并未有感应而生的剑痕 似乎剑气内力高度凝聚 没有丝毫外泄 满天光芒炸开 东风夜放花千树 剑气四溢 雷光乱窜 地面和墙壁 要么焦黑 要么生痕 一派毁灭的迹象 碰 轰隆 直到这一切呈现 孟奇等人才听到了剑毛交击之声 以及滚滚而来的雷鸣 这是真真正正的毛笔音块 江芷威握着白红冠日剑的右手轻微颤抖 连退三步 每一步都在青石地面上踏出了脚印 她的双眼如平湖 壮丝无神 还有银白残影呈现 仿佛刚才的出招 非是她主动而为 发在一线 应急而动 孟奇顿时就明白了 江芷威在剑法另外一方面的境界 若非如此 光是她反应过来 念头下达出招的命令 恐怕白红冠日剑刚刚抬起 长矛已刺中了自己等人 受长矛所化电光影响 齐正言下一时就有回剑防守的想法 虽还未来得及实施 长矛变到了面前 被江芷威挡下 但终究缓了一缓 白发女子头往后仰 让剑芒显显擦过额头 割下了几缕白发 发未落 以化血 赶在阮玉书情音再起前 白发女子往后小跳一步 身影虚化 融入了月华之中 再无踪迹 孟奇哪还顾得上她 用长矛之人 当是货真价实的外景 逼得将芷威激发宝兵 用了剑出无我 岂能大意 她能驾驭电光 对雷霆之法 当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用天之伤 加狂雷震九霄的效果未必好 念头刚起 孟奇便要祭出佛前清灯 可这时 长矛所化电光自行退开了 快得孟奇捕捉不了 于牧师另外一侧的门边 现出深意 这一是气息微弱 四生四死的活死人 肉体没有腐烂的地方 宽袍大袖 手提长矛 相对不协调的组合 却透着王道之势 周身迎白电蛇缠绕 宛若雷神下凡 与一般阴邪恐惧雷光 截然不同 她的面容触望年轻 细看品出沧桑 微小皱纹密藏 双眼冷漠无情 环师孟奇等人一眼后 随意一退 消失于了门外的黑暗里 居然没动手 孟奇略微愕然 其他活死人 都是不管不顾出手 感受到危险后才退走 莫非她察觉到佛前清灯了 可自己的实力 能发挥佛前清灯多少威力 对真正的外景 能有多少效果 将纸微平复了震荡的内力 皱了皱带眉 我没感觉到敌意 刚才那一毛 也主要是阻挠 莫非她还有一丝灵质残存 能某种程度上抗拒驱策 孟奇做着猜测 她保持着外景水准 当是最新活死人之一 有不小可能半岛 其正言常见邪指 摆出防御姿态 防止能借着月光游走的 活死人来袭 闻言沉吟了一下道 也许你刚才尝试的 变天基地大法 让她看到了希望 这才没有敌意 有道理 孟奇轻轻点头 可面对外景 和半步外景水准的活死人 比我预想的任务难多了 刚才你们有没有听到 发自地底或陵墓深处的嚎叫 她最担心的反而是这个 那嚎叫 简直牵扯的自身灵魂发寒 有 阮玉书言简意该道 若不用变天基的大法 当不会惊动陵墓深处那位 以及刚才的外景水准活死人 所以 怪我了 孟奇脸皮疾厚 用开玩笑的态度 化解破绽 被击中的尴尬 当前的状况 确实大半是自己造成的 要是不用变天基地大法 估计只用应对接近 半步外景的活死人 提前准备好驱逐阴邪的事物 当不会太危险 阮玉书脸色不变 我们同意的 大家的决定大家承担 这是变相 在为我开脱啊 孟奇忽然明白了阮玉书的用意 江指薇并未在意 反而兴致勃勃地道 怕什么 随时能中断回归的 能完成连环任务固然好 玩不成也不损失什么 于我而言 能有刚才挡住长矛的一剑 以不需此行 多亏小和尚击他出来 看来契机牵引和强敌压迫之下 他借助雄厚的积累 激发出了自身的潜力 剑法再有所得 这才从容挡住了那一毛 否则当会狼狈不少 而非使用剑出 无我并催发宝兵后 区区地消耗极大 当然 前提是 对方没有敌意 未尽全力 有地权灵芝 有太阴荡魔真姐 也不怕没收获了 齐正言顶着张死人脸 宽慰了孟琪一句 而且 刚才的外景活死人用毛 射雷 我怀疑是雷神传承之一 被齐正言这么一提醒 孟琪顿时移了一声 真有点像 真武大帝与雷神是同时代的大能 比他更胜一筹 又是五方五帝之一 位居上古道门九尊前列 有雷神的一些功法 并不奇怪 将只微笑 吟吟道 真武大帝 又名荡魔天尊 九天荡魔祖师 道门九尊之一 他与天帝并非成熟关系 更接近于盟友 阮玉树抿了名嘴 我听家中长辈说过 真武大帝主要是镇压九幽 诸邪灭妖 而在上古天庭 私此职责的则是雷神 他们合作的次数应当不少 嗯 虽然肯定不是神霄九面 但也不会差得只有开窍 孟琪充满期待 哪怕不是雷神传承 雷星外景功法也不错呀 对了 小和尚 你用遍天基地大法 唤醒了什么 怎么受到了反噬 江纸威关心起孟琪的状况 孟琪脸色顿时凝重 唤醒途中 我看到了真武大帝 什么 江纸威人皆是亚裔 孟琪居然看到了真武大帝 自己等人 拿什么对抗上古顶尖大能 六道轮回之主 恐怕也难说 不用担心 若确实为真武大帝所做 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已经可以回归了 而实际并非如此 我觉得另有蹊跷 孟琪缓和着气氛 连环任务是调查真武大帝 陨落之谜 如果他活蹦乱跳地 在这里操纵活死人 自己等人有刚才的发现 任务就该算完成了 其正言面无表情地道 当时如此 我们先抓紧时间 将太阴荡魔针解踏印下来 四人有条不稳地分工合作 一边防御 一边将太阴荡魔针解踏印了下来 收入了戒子环 然后小心翼翼离开了这间墓室 墓室之外 是向下的台阶 一眼望去 看不到底部 而在骑驶台阶的两侧 各有石柱向上蔓延 于半空之中 形成了奇怪高台 像是一枚古印 巍峨苍凉 镇龙台 灵寝不对劲 其正言脸色微变 有镇龙台 为什么不对 孟琪疑惑问道 阮玉书皱其好看的眉毛 思索了一下道 真武灵寝之前的布置 都是隐瞒天机 化身为死 九泉之下 亦能理解为 藏于九泉之下 天道难查 可加上镇龙台 一切就变了 似乎他们连起来 在镇压某物 真是家学渊源 孟琪感叹了一句 下意识看向江直威 见他轻轻汗手 这才觉得事情诡异 弟弟的嚎叫 活死人的出现 镇龙台的万古不变 让孟琪等人的瞳孔 下意识收缩 到底有什么事物 值得真武大德 将他镇压在自己的灵寝之内 第143章 生平九汉 会不会是真武大帝 怕自己死后 法身不朽 重生灵治 自称恶鬼 才驻龙台 依九全 镇压意外 孟琪上辈子 各种小说看得多 想象力还是很丰富的 江直威难得脸色凝重 有可能 刚才在陵墓 深处嚎叫的那位 说不得便是 想到上古五帝之一的法身 化为恶鬼 孟琪等人 就有点不寒而栗 这种事物 毁天灭地不在话下 好在任务 并不一定与恶鬼有关 而且 若真武陨落之谜 如此简单 也不会是连环任务了 所以 孟琪这个猜测 虽然很符合情理 却与任务描述矛盾 大家讨论了一阵 将它排除 决定继续往下 寻找更多的线索 越过阵龙台 踏上往下的台阶 迷雾字地底升起 泛着淡淡的黑色 修行艰难 终置于此 回首前程 不胜唏嘘 行走之间 江直威发现 两侧各有上古撰文 笔记类似入者死 出者生 孟琪清吸口气 难道是真武大帝 建好陵墓 踏过九泉 前往作画之地时的遗留 江直威轻轻汗手 当是如此 既然是真武一种 门口之碑 多半出自当摩天尊之手 这里也不例外 或许会有上古隐秘 阮玉书抱着七凤琴 略带好奇地张望两侧文字 难得露出几分少女情态 轻力而冷艳 孟琪有点疑惑地道 可真武大帝 乃上古顶尖大能 不是待随笔 书写一个撰字 便蕴藏天地大道 有开辟之能 为何我们看到的文字 都如此普通 扑思 江直威笑了出声 你以为这种顶尖大能 会控制不住自身 他们能参悟大道 吞日月 吐混沌 一字便能定住一介 亦可以普普通通 红尘繁俗 与你我无别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挖几个字走 便能换取诸多善功 或别有妙用 孟琪一脸的遗憾 江直威紧咬下唇 好不容易才止住了表情变化 阮玉书轻轻冷冷到了一句 坟情主贺 哈哈 孟琪甘笑两声 皱起了眉头 总觉得有点不对 你们呢 我也是 可又察觉不出来 哪里不对 江直威侧头看了看孟琪 又回头望向阮玉书 没觉得有任何异常 我们都没有问题 阮玉书抱着古琴的手紧了紧 仿佛有点深陷鬼故事的感觉 孟琪仔细思索 没发现问题 于是低声道 那我们继续前行 观真武大地遗留 沿着台阶下 更加深入了迷雾 但黑转农 勉强能看到两侧的文字 生平汉室 所亦为九 一息强敌难克 先后大小武士余战 皆与天杀道人平手 与魔主难分高下 江直威读到此节 情怀激荡 遥想上古大能之战 不胜向往 孟琪一听得津津有味 天杀道人是谁 九幽邪神之手 向来与魔主并称 用自身精血 与九幽最底层的明海 铸就了一口绝世神剑 在六道轮回之主的评价里 是杀生第一 江直威对剑类一文 如属家珍 孟琪恍然道 原来是明海剑的主人 绝世神兵不止石剑 可在六道轮回之主的兑换谱上 能名列第一页的 只有他们石饼 在如何条目好如烟海 孟琪也肯定看过 知晓杀生第一的明海剑 只不过六道轮回之主 未曾标注那名九幽邪神的名字 他一时联想不到 对 江直威美目生辉 在神话时代末期 也就是真武失踪后 魔主陨落前 天杀道人与妖圣凤膝战过一场 天经地动 因受凤凰争火克制 未能杀出九幽 遂退入深处 其后历经大变 九幽自隐 天杀道人再无踪迹现世 传闻以寿静而作画 至万年前 一直有手持明海剑的天杀传人现世 不立门派 不依世家 以杀为道 屡次掀起大劫 扰乱天地 最为有名的 便是亡于魔佛之手的七杀道人 孟琪听的神思姚飞 上古到进古的演变 真是精彩万分 将只为声音变低 家师常言 学见于世 若不能一睹人黄与明海两剑的风采 当和未官杰天七剑全本 并列两大汉室 人活一世 自当见常人所未见 立常人所未立 孟琪闻言 心中豪意顿生 将只为赞同点头 忽然停顿 好像哪里不对 没有啊 孟琪看了看她 又瞧了瞧自己 没觉得哪里不对 将只为也说不上有什么不对 只好道 那我们尽快前行 黑雾欲浓 两侧文字越发看不清楚 孟琪自身也识不得上古转字 只好握着天之伤 匆匆经过 二夕节天残缺 只观三世 未尽全宫 道尊 这几个字我怎么认识 孟琪颇为遗憾的驻足 莫非文字有了灵性 看到他们 便自解其意 道尊之后的文字莫名消失 仿佛存在本身被抹去 根本没有痕迹残留 看得孟琪发症 不明白是谁干的 为什么抹掉 莫非涉及了什么上古隐秘 是那些活死人出入室 还是另有其人 孟琪开口想要讨论 忽然自嘲一笑 自己一个人 有什么好讨论的 莫要精神分裂了 黑雾翻滚 两侧文字再也看不到 孟琪踢着天之伤 戒备地踩着台阶下行 忽然 一道电光闪过 一根长矛从天而降 四批四斩 快若残疑 啪啪啪 黑雾被击散 电光滑破长空 照亮一鱼 咦 怎么会变慢这么多 比起刚才紫薇挡的那一击 现在顶多稍快于 极光电剑萧正海 而且 距离比当时远了许多 等等 紫薇 紫薇他们去哪了 孟琪豁然一惊 脑海里似有迷雾消退 总算明白了 一直以来的不对劲在哪里 自踏上台阶 迷雾涌出 自己就开始遗忘身边之人 最先是骑师兄 其次是小吃货 最后是紫薇 若非电光长矛击来 激起了少许记忆 恐怕会慢慢化为火死人 孟琪勉强克制住内心的 惊涛骇浪和毛骨悚然 天之伤 扬起 先挡着一毛 长矛轨迹玄傲 如抽打 刺劈砍 仿佛天伐降临 威势昭昭 电光画龙 这一招怎么有点熟悉 孟琪猛然想起了 天打五雷轰的残势 这一招 仿佛就是其中某个变化的衍生 自然而然 他长刀变化 横斩出去 刀身奇妙抖动 每一个战力 都像在化身天雷 雷伐刚猛 苍天也为之颤抖 这是孟琪平常琢磨的变化之一 可始终未能参悟内运的刀到精益 如今应激之下 似乎隐游所感 后发先至 天之伤激荡 刀气化成电蛇 击碎着炎露黑雾 照亮着片片幽深 啪 两道电光交击 炸开无数光芒 如有雨点飘落 轰鸣之声爆裂于灵魂之中 孟琪身子一邪 显显栽倒 若非不死应法泄了不少力 金钟赵和八九玄弓又以力量见长 对方明显克制和放缓的一击 自己也挡不下 哪怕刚才已经催发了宝兵 也挡不下 时间已经不够施展 狂雷震九霄这种外景招式了 那道宽袍大秀 手提长矛的人影半空回折 重新投入了黑暗 小事之前 他那双冷漠的眼睛再次看了孟琪一眼 孟琪没有耽搁 借着电光照亮黑暗的机会 转头找到了江芷威 阮玉书和齐正言等人 他双目结实无神 僵尸般一个接一个跟在自己背后 孟琪气质改变 沧桑幽远 如同历经了无数岁月的大地 先对自己使了变天基地大法 淡淡的黑雾无力压制 波浪起伏 金芒月初 瞬间将他吞噬 孟琪所有记忆径 然后他踏前一步 精神蔓延 连接江芷威 变天基地 江芷威广阔幽深的心灵大海 徐徐起伏 不似火死人般平静无波 感觉到这点 孟琪就明白江芷威与自己一样 不得便自行恢复少许了 细碎精芒 如同条条鲤鱼 布满大海 在变天基的大法牵引之下 喷涌上空 冲散迷雾 一个粉雕玉气的小女孩 抱着比自己身子还高的剑 倔强地坐在那里 眼眶泪花打转 却不肯留下半点 身影皎洁的少女挥剑如舞 脸庞满是专注 心无旁骛 孟琪刚感应到两个回忆 就见迷雾彻底消散 江芷威眼睛恢复了神采 于是赶紧收回 怎么有种偷窥的感觉 孟琪莫名想到 你没事吧 他们两人呢 江芷威开口 便是关心的话语 孟琪心中一暖 我没事 先用变天基的大法 唤醒他们 话音刚落 黑雾突然消退 孟琪只看到 幽深之中 有道人影 正冷冷地望着自己四人 黑色滚袍 平天之冠 面容青渠 双目幽深 真武大帝 黑雾彻底消失 刚才所见如同幻影 孟琪忍不住摒弃宁溪 暗暗自语 随着黑雾消退 阮玉书摇了摇头 阴明了一声 眼神渐渐恢复清明 接着抱紧了鼓琴 声音略微颤抖地道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事 你们恢复记忆了 孟琪见其正言 亦是如此 遂开口相问 阮玉书点头道 龙鱼干 他眼瞼一概 表明了记忆恢复 魂天宝剑 其正言脸色微变后 恢复正常 孟琪不太放心 怕还有隐患 化用变天机的大法的技巧 和以新应新的法门 感应两人的心灵大海 不试图唤醒 只是感应 心灵大海未有迷雾 正常起伏 今忙十月 孟琪收回精神 略感遗憾 若刚才先唤醒小吃货 和其师兄的记忆 会看到什么呢 满眼的食物 对资质的痛恨 走了这一遭 他精神消耗大半 不敢再大意 干脆插回子午 拿出了佛前清灯 恢复原来大小 灯火不动 温暖如常 光芒所及 任何迷雾和黑暗 皆未能入 四人愈发小心 沿着台阶缓步而行 到了下方 看见底部有一座坟墓 内部还藏有地宫的坟墓 墓中有墓 集目看去 这座坟墓之前 写着四个上古撰文 真武之墓 第144章 魏昭 看着这块墓碑 将只为鸣嘴一笑 从笔记看 当时真武大帝所书 自己为自己写墓碑 也是特别的体验 亲手葬自身 阮玉书用一种 透着点疾风的语气附和 其正言正正看着碑文 满是感慨地道 真武大帝修为绝顶 受长几百上千万年 可终究还是埋葬了自己 逃不过一婆黄土之命 世间何人能得长生 莫非必须得到尊佛祖 这个境界 梦其皱眉思索了一阵 其实刚才黑雾之中 我又看到了真武大帝 难道真类似于 死后法神化鬼 江之威恢复了元气 握剑之手异常坚定 可面对神话传说里 也是顶尖的真武大帝 几名小小的开窍舞者 又能有什么办法 梦其吐了口气 不用担心 我们先前就看出 整个陵墓的布置 除了隐瞒天机 还有镇压作用 联想到恶鬼 一直为亲自出手 而是驱使活死人 或掀起迷雾 有理由相信 他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当已被镇压的 只能透出一点气息 嗯 我们进去之后 不能乱动任何事物 防止破坏封印布置 江之威当即明白 梦其在这当口出此言的用意 阮玉书和齐正言皆为多语 跟着前面两人 走到了内部坟墓之前 看着梦其用天之伤 推开了木门 无声无息 木门打开 露出了一条青砖扑就的涌道 两侧皆有九盏古朴铜灯 无花无闻 静静燃烧 将涌道之内的漆黑驱走 照亮一余 光影交错 略显昏暗 梦其当先踏入 因着入口狭窄 将指微落后一步 忽然 银白电光从穹顶落下 长矛以一种缓慢的姿态 刺向梦其 宽袍大袖的火死人 再次来袭 这一矛看似缓慢 却仿佛笼罩四周 每一寸的刺出 都在演绎着数不清的变化 每一个变化 都快得让人难以看清 阐述着天地之间的某种法理 看着虽慢却浩荡的长矛 梦其心中生起了一种感觉 自己不管往哪个方向躲避 以何种招式防御 都难以成功 眼睁睁看着他缓缓落下 就像被宣判了死刑 命已注定 他除了变化融合电光之快 并未调动天地之力 纯以招化进攻 梦其心中一动 猛地想起了 这名火死人第一次来袭时的场景 长矛快得无法捕捉 刚有所感 便已到了面前 和他相比 肖振海的极光电剑 就像小孩子的玩闹 在快自意绝上 突破了仙凡的界限 刚才是快之惊异 现在是慢之神髓 梦其下意识记起了 天打五雷轰力的一个变化 与最先一毛相近 自己参悟许久 从未成功 气机牵引之下 梦其气势 信心攀升至了一个巅峰 将指微正待从后出招 帮梦其分担 突然看到刀光亮起 银白四电 快若迅雷 视线几乎无法捕捉 在半空留下了雷痕般的残疾 当 宝刀斩中了长矛之间 一块破曼 借着反阵之力 宽袍大袖的火死人 往上回旋 贴着穹顶快速移动 消失在涌到尽头 梦其右手发麻 五指轻动 舒缓压力 这一刀 在压迫和牵引之下 自己突破了之前的刀刀峙骨 总算演绎出了那一种变化 莫非他见我刀法眼熟 故而助我练刀 等到江指微等人进了木门 梦其突发奇想地道 他也觉得 对方的毛发眼熟 江指微轻轻点头 当是如此 他还保持着外景水准 成为火死人肯定不久 灵致残存 镇压中的恶鬼 对他控制有限 这才屡次未尽全力 一路留守 阮玉书克服了对恶鬼的恐惧 淡淡道 也许还想借助变天机的大法 摆脱束缚 可有恶鬼印记镇压星海 我目前的修为 恐怕力有未待 梦其回想之前的反噬 还心有余悸 难道得先除掉恶鬼 其正言若有所思地道 呵呵 梦其只能如此回答了 恶鬼与真武大帝有关 被他大费周折地镇压 本身的恐怖可想而知 靠自己等人 想要除掉恶鬼 除非修复了佛前清灯 其正言也知道这个提议不靠谱 自顾自又说了下去 既然他还有一丝灵智 当会提醒我们怎么做 梦其重重点头 他还想借着这名火死人的进攻 参悟更多的天打五雷轰变化 走完这条永道 还是永道 梦其刚刚进入 一道电光自远处飞来 长矛不快不慢 透着无法言喻的沉重 斜山越覆沧海 周围气流层层压缩 闷雷阵阵 产生了恐怖的犀利漩涡 无论梦其如何闪避和招架 都会自动投向毛肩 精神外放 心灵映照 梦其脑海里 犹然浮现出了这一招的大概之貌 天打五雷轰的又一种变化 再次跃上心头 江指薇 阮玉书和齐正言并未出手 仅是戒备叙事 因为他们看得出 欢袍大秀的火死人 在激发梦其的潜力 得到天打五雷轰 残存传承的潜力 长矛化电 当凶刺来 梦其的天之伤 这才施施然斩出 不带一丝风声 仿佛没有半点力气 轻轻飘飘 刀势浑源 如行雷伐之苍天 齐虚而容万物 齐空而纳变化 稀里漩涡牵扯刀势 长矛落入虚空 沉重的电光 闷雷的轰鸣 与虚不受力般的刀势 同时消失 手持长矛的火死人 无需借力 电光绕身 噼里啪啦就飞入了镜头 天打五雷轰 莫非是快 缓 重 虚等五种精异 将只微旁观两人交手 对这一世神霄九灭 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了然 梦其嘴角抽搐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 因为不完整 非常残缺 自己仅能展现 快语序两种精异 雷神取名字 和你一样 阮玉书默默道了一句 因着外景活死人 仅是未招 并未真正袭击 恶鬼又似乎被镇压着 他的情绪放松了不少 梦其顿时恼羞成怒 我的外号 又不是我自己取的 刀狂 阮玉书声音飘荡 我觉得不错啊 梦其挺了挺背 却见江芷威 阮玉书和其正言 皆望向了别的地方 不评价不关心 梦其默然 旋即振奋精神道 继续进发 内部的坟墓不算太大 穿过这条涌道 梦其等人便看到了主墓室 若是正常灵寝 里面就该安放着主人的关救 主墓室外面有重重幻想 分成八格 各眼神异 像是外界投影而来 他们有灼灼泰日 有角角明月 有璀璨星辰 有苍茫青天 日月星 天地人 阴阳 梦其觉得有些不顺口 忽然心中一动 看向主墓室上方 那里悠悠暗暗 没有遗物 却笼罩所有 阴阳无 久为数之极 当为镇压之用 外面的月宫和阴火之地 应是布置的一部分 说到这方面的话题 阮玉书比江纸威 显得见识丰富 毕竟后者唯我唯见 梦其缓缓点头 也就是说 无论从哪条道路进来 都会经过这九重 布置之二 里面就是真武大帝的关救了 其正言达非所问 神情恍惚 想到上古最顶尖的大能 就躺在里面 梦其也有类似的情绪 将只为双目灼热 放缓着呼吸 平复心情 真武大帝可是掌握着 三世捷天剑法之人 若能得关一二 受用无穷 越近关就越危险 梦其提醒了一句 当先踏入幻想 幻想无形无掷 梦其没受到任何干扰 就在这时 一道电光飞来 四抽打四劈砍 充满了无坚不摧的刚猛意味 宽袍大袖的火死人 再次出手 长矛落下 丝丝电光自虚空而生 一下将所有幻想照得暗淡无踪 地面先是焦黑 玄机化成粉末 成为亭森林浮现 他竟然全力出手了 是恶鬼的催促吗 与此同时 阴火蔓延 黄岗来袭 月光洒落 有女穿梭 四面八方 足是三四名火死人奔来 各失手段 星光纷飞 阴气森森 局面顿时危险异常 虽然里面指的宽袍大袖的火死人 和另外两者是外景水准 如此多的半部外景 也超过了孟七等人的应对范围 好在他们都是火死人 气急千动 将只为一剑刺出 剑光不分散 剑气不外显 浩浩荡荡 刺向电光长矛 整个主墓室外面 光芒骤亮 剑气纵横 照破万里层云 天地为之倾倒 日月随其缭络 剑光纯粹 无我无相 贯通天地 斩破法里 当 幽远的声音 荡开 电光长矛荡了回去 电光乱舞 四处击射 反而挡住了另外一名外景火死人的出手 将只为连退几步 一下靠在了孟七左侧 得他用不死硬法化力 才勉强站稳 在将只为出手时 阮玉书咬破舌尖 一口金血喷到了七凤琴上 琴弦燃血 七雁惊魂 古琴飘荡 阮玉书双手同时弹动 清亮高亢的鸣叫从空中传来 无法用语言描述他的美妙 在场所有火死人 除了外景 皆是捂住了耳朵 凄厉惨叫 放弃了进攻 其正言的龙文赤金剑 泛起金银寒光 以一种划破天地的姿态展向 竞装打扮的外景火死人 寒光暴涨 化成了一条五角之龙 苍天划破 雪花飘落 无穷的寒意蔓延 气流结冰 阴气结冰 常见所过之处 一切冰封 到了面前 更是兵闭重重 一下将外景火死人冻结于内 所有来袭者都被挡了半息 而孟琪抓住这个机会 精神融入 彻底激发了左手托着的佛前清灯 如斗灯火膨胀一圈 一段段诵经之声飘荡 光明绽放 无一处死角 任何地方都没有阴影 温暖 清静 庄严 阿弥陀佛 如是我闻 重重禅音之下 半部外景的火死人 脸部肌肉松弛 现出解脱之意 体内丝丝黑气溢出 泯灭于光明之中 他们的肉体迅速腐烂 不过一息 全都化成了浓水 灵魂飘出 在清灯光芒之下 缓缓消散 光明照耀无界 三名外景火死人发出惨叫 浓血横流 齐齐后退 冒着青烟后退 盲步叠后退 手持长矛的火死人 此时浮现出一丝痛苦之意 在不复之前的冷漠无情 摘下一雾 用力扔到了梦齐脚边 接着退出了 佛前清灯笼罩的范围 在幽暗混沌之处 一张人脸浮现 戴平天官 以手遮掩 撞击痛苦 往下钻入了主墓室 清灯摇曳 照耀十方 温暖人心 无亮光 无亮寿 第145章 第二部 光芒明亮却不刺眼 温暖心灵 带来清静 丝丝黑气蒸腾 再无影踪 阴森死的化成了佛门净土 不愧是佛前清灯 思维力 孟齐拖着清灯 心灵气和 赞了一句 将只为轻轻喘气 面带笑意 好歹也曾经是法身级的宝物 刚才一战 除了孟齐 将软气三人皆 使用了压箱底的手段 一时消耗极大 仅能勉强成年 孟齐精神不济 灯火缩小 回归原状 可光明温暖之意 依然洒落在身 短暂之间 竟无阴气蔓延重生 这是 孟齐拾起脚步之物 它是一块青色玉佩 触手温润 尚未受到阴气轻染 上面有着几道雕刻出的雷痕 正面背面 皆有明文 巨神庄 黄斧涛 孟齐的精神恢复少许 轻声念出了这六个明文 阮玉书重新爆好古情 脸庞发白 乌发披散 清理之中透着阴森 愈发有倩女幽魂的感觉了 他谈了奉明九天 精力不济 看见孟齐望将过来 未曾说话 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不知道巨神庄 明神思索了一阵方道 不知是何来历 应是这个九香世界的强者 将玉佩给你 怕是请你告知家人 寻觅办法 助她解脱 将只为若有所思地道 她得了一些雷神传承 留下的道统 应该也与此有关 这不仅是任务 还是机缘 有道理 若得机会 当宋玉佩去具神装 孟齐回想刚才交手 愈发肯定 手持长矛的黄斧涛 就算未得神骁九灭 也有法身神功演化而来的外景功法 她收起玉佩 看了看主牧师之门 我们现在就进去吗 恶鬼就在里面 自己四人属于半恢复状态 实力不足三成 若遇到恶鬼 凶多吉少 故而孟齐询问 是等待恢复到巅峰状态 还是抓紧时间 不错过机会 刚才恶鬼 受了佛前清灯的照耀 退入牧师 我们得趁他和外景活死人 未曾摆脱影响 尽快找到真武大帝留下的线索 离开灵寝 将只为做事 向来坚毅果决 雷厉风行 齐正言附和道 反正他被镇压 无力自己出手 在这里与在牧师内没有区别 尽快完成任务 阮玉书冷艳的脸上 露出一丝嫌恶的表情 化身为死的改变 以及灵木的种种状况 让他感觉不适应 没有胃口 若是危险 就中断离开 好 孟齐身拖着青灯 踢着天之伤 走到了主牧师门口 看着漆黑的石门 深吸了口气 有种见证历史 回溯上古的激动 曾经称雄上古 神话刘徽 九天十地 皆有刘芳的上古大能 即将出现在自己面前 那是一个寿源漫长 以十万年纪的时代 那是捉心拿月 射日灭继的时代 而真武大帝 便是其中的顶尖者 右手用力 石门缓缓敞开 拖着沉重的喳喳之声 一点点露出了牧师内的景象 九条铜色之龙 从四面八方蔓延到中央 簇拥起一口棺材 普通的黑色棺材 每一条铜色之龙 皆为妙为孝 有真龙气息散逸 似乎他们具备了真龙的一切特征 包括玄之右玄的真龙翘学 圆童成金 化身为龙 其正年脱口而出 不过玄疾住口 因为黑色的普通棺材前 站着一道身影 他身材高大 竟给人巍峨之感 肌肉盘球 骨杖甲衣 长发乱舞 电芒相随 盔甲之上 每一处黑色鳞片 皆给人异常沉重之感 似乎片片皆是山月 皆是星辰 这种熟悉感 孟奇艰难吞咽了一口唾沫 雷神 他居然出现在真武大帝的灵情里 这个变化完全出乎了孟奇等人预料 一时都没有反应 少请 将只微回过神来 笛声道 只是气息所化残影 借助陵墓的隐瞒天机和镇压布置 存留至当前 得他提醒 孟奇才发现 雷神的背影虚虚幻幻 没有实质感 也许真武大帝失踪后 作为联手镇压九幽 降妖除魔的友人 雷神曾经寻觅过他的下落 找到了此间 孟奇做着猜测 其正言还是没什么表情 可这种大能 若非刻意 不会让气息外泻 残留至今 雷神想告诉后来者什么消息 或许是心神激荡 未能控制住气息 阮玉书想了想 若谁抢了自己的美食 自己肯定心神激荡 气息外露 那有什么事情 让雷神心灵震荡至此 孟奇缓步靠了过去 想要走到雷神正面 看有无消息遗留 江芷威护住他的后方 阮玉书和其正言 一步一驱 还未靠近 气息牵引 雷神的身影渐渐虚化 消失于原地 只有对面墙上 有道道雷痕残留 这诸多雷痕 没有灵动之感 意味有雷霆威严 仅仅身不见底 仿佛通向了黑暗之间 这是雷神外翼的气息造成的 里面的少许真意没有了 孟奇作为得了雷神传承之人 一眼就看出了缘由 江芷威若有所思地道 黄甫涛应该就是 在这里悟出的雷霆正法 不知这雷痕通向了何处 其正言看着深不见底的雷痕 低声自语 他们之后不是墙壁 也不是别的墓室 而是深邃的漆黑 这些圆铜龙精也没了生机 重新成为死物 阮玉书眼睛略微发亮的 看着九条铜色之龙 自己家里都没有如此多的圆铜 而且还是通了灵 成了金的 若是换算成善宫 换算成美食 不过孟奇等人 没敢动圆铜龙精 怕破坏了布置 放走了恶鬼 而且就算想动 戒子还也放不下 根本拿不走 四周墙壁之上 除了被雷痕破坏的那面 各有画卷 有的是道庄老者高卧九重云 见终掩天地 有的是滚袍地者驾藤蛇 坐玄规 前呼后应 有的是两道身影 战于虚空 周围如日之星 纷纷坠落 他们皆是异象之画 没有蕴含真意 毁于此处 或许是数真五大地生平 四人暂时没去理睬这些画卷 抓紧时间 目光投射到了 群龙簇拥之下的黑色棺材 他普通 略带死气 正正常常 可在真五大地灵情里 在其他非凡之物的衬托下 反而显得不正常 上面有字 孟奇眼力极强 一下瞄到棺材盖上 有两行转字 将只微努力辨识着 展一丝恶念替死 他越念 声音越轻 似乎怕惊动了恶鬼 葬一世之身于此 恶念替死 一世之身 孟奇闻言震动 反复咀嚼着这几个字 莫非恶鬼 便是真五大地一丝恶念所化 但他怎么还没死 将只微轻皱带眉 表示不解 连真五大地都逃不掉陨落的归宿 他用来替死的恶念 凭什么能活到现在 众人面面相去 实在弄不明白其中玄机 只好转看向关救 里面是真五大地一世之身 其正言仿佛瘫痪的脸 表情微变 难得露出一丝激动 孟奇目不斜视 应该是的 也许线索就在他一世之身上 难道真五大地轮回去了 可那样也算陨落 我们找到他的一世之身 应该就完成了任务 真五大地陨落之谜的答案 便是他重入轮回 有恶难先立在前 将只微不难 如此猜测 愈发疑惑 停根办上 他和孟奇两人同时出口 要不推开看看 阮玉书眼光古琴 对他们的建议不置可否 其正言望天叹了口气 这果然是他们的做事风格 反正能中断返回 他们两人未出言反对 孟奇越过一条圆铜龙巾 与江只微 同时走到了棺材正前 这具棺材看似普通 却隔绝了所有精神窥探 孟奇完全无法感应到里面的情况 就像面对一座深沉厚重的崖壁 两人对视一眼 江只微提见叙事 孟奇左手托着青灯 生怕失变 天之伤伸出 伺在棺材盖下方的缝隙 用力一条 不动 竟然这么重 孟奇深吸一口气 真气运转至巅峰 全身力气迸发 刺耳的摩擦声响起 袋子总算有了动静 孟奇仗红着脸 用尽了力气 天之伤弯折 仿佛要折断 盖子退开部分 让两人看到了里面的景象 赤红为敌 空空荡荡 完好无损 没有真武大帝的一世之身 这 两人同时震惊 明明说了 藏一世之身与此的 出现什么变化 都没有当前的空荡 让他们压抑 一世之身去哪了 莫非与恶念结合了 不对 齐正言与阮玉书靠了过去 目光一鸣 自语了一句 将只为当即醒悟 确实不对 若真有一世之身在此 死后气息散逸 当于棺材内部 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可里面什么都没有 完好无损 也就是说 真武大帝修建好灵寝 准备作画于此 藏一世之身时 突然飘然远去 连棺材都未入 恶念因此没有替死 孟奇皱眉道 难怪雷神心灵激荡 气息外泄 难怪叫真武一种 孟奇突然看到 棺材底部有一小块 事物压过的痕迹 于是凝重道 真武大帝曾经放入过一件事物 不知是离开时 取走了 还是被别人获得了 话音刚落 一阵阴风吹过 砰的一声 将木门关闭了 与此同时 六道轮回之主的冷漠声音 在他们耳畔响起 真武 陨落之谜第二步 寻找玄武配 第146章 收获 木门关得严严实实 阴风若有四无 直慎心底 庞大胜过山岳的压力 从上方传来 压得主墓室内的灯火 为之一暗 是打开关救的举动 让恶鬼稍微摆脱了镇压 还是激起了整座墓室的封印 这样的念头 在孟奇等人心中油然产生 仿佛自身与天地隔绝了 他们对视一眼 想也没想 同时选择了提前回归 反正真武一种内的任务 初步完成了 要是寻路出去 若遇前者 危险异常 如果是后者 根本出不去 在这样的灵情里待上一个月 不是死人 也胜死死人 不利于修炼 清光蒙蒙 凭空一亮 孟奇和江纸薇等人 消失在了主墓室内 阴晕光柱垂下 笼罩着孟奇 他忽然感觉一阵冰冷 体内有一丝丝黑气渗出 黑气如雪玉扬 迅速消失 隐约有声惨叫发出 孟奇大恶 什么时候 自己被恶鬼气息附身了 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连佛前清灯都没有提示 若没有六道轮回之主 那真是危险至极 不过 想想佛前清灯接近全毁 恶鬼又是真武大帝一丝恶念 能做到这种程度不足为奇 除此之外 孟奇并未受伤 黑气消散后 阳气生机凝聚的种子解开 光柱退去 看到了江纸薇等人 刚才我们被恶鬼气息附体了 江纸薇脸色略微凝重 不过也不算太紧张 仅仅有点后怕 因为发现的时候 恶鬼已经被六道轮回之主拔除 好在有六道轮回之主 孟奇感叹了一句 他真是神通广大 专制疑难杂症 这时 六道轮回之主 平静无波的声音响起 真武一种任务提前结束 是选择离开 还是在此地进修完轮回服 剩余十日 咦 还有这种好事 孟奇等人毫无例外 都选择了修炼 这次的任务 真够短暂的 江纸薇最先平复了 被恶鬼附身的后怕 因为时间充裕 大家也就没有急着兑换 孟奇做了作牙花子 连环任务的第一步 相对都比较简单 收获低 危险也低 虽然出了变数 但还是基本符合这个规律的 嗯 若没有变天机的大法 或许我们会更加顺利 更加没有紧张感 真正的危险 在恶鬼翘无声息附体之上 而有六道轮回之主 我们也无需担心 江纸薇点头赞同 如果孟奇没有尝试 变天机地大法 恶鬼甚至都不会露面 外景水准的黄斧涛亦然 大家面对的 仅是接近半部外景实力的 黄港等活死人 孟奇自己一个人就能对付 或者说 在出的黑色毛皮时 大家也能联手完成 比较符合连环任务 第一步的概念 阮玉书表情清冷 时不时看看自己肩膀 似乎怕那里 突然又冒出一个恶鬼 就算有变天机的大法 引起变化 其实也没什么危险 也没怎么紧张 除了恶鬼有点吓人 感觉很奇怪 紧张感时有失误 齐正言没什么表情 吐了口气 这确实如此 一路以来 众人的紧张感是 刚刚升起就消失 浑然没有行进 在真武大帝灵寝内的 压抑和畏惧 比如发现 接近半部外景水准的僵尸后 立刻辨认出 类似于生死无常宗 变天机的大法可克之 比如 看到此地有鬼的留言后 没过多久 就发现了镇龙台 推测出恶鬼被镇压着 比如遇到外景活死人后 很快察觉他在留守 他在放水 他在未招 比如迷雾之中 记忆减退时 又得了提醒 并且确认恶鬼 无法亲自出手 加上随时能回归 唯一比较紧张的时候 也就瞩目事前 众多活死人来袭 其余都是紧张感刚起 又迅速消退 总之比较符合 连环任务第一步的描述 相对简单 危险不大 收获也低 该去哪里找玄武配呢 过去的已经过去 又是危险较低的任务 除了真武一种内 一些流言壁画需要记住 梦七已经抛之脑后 开始思索第二步的线索 莫非在灵寝内部其他地方 将只微尘赢了一下刀 应该被人带出了真武一种 活死人不可能天生 就有如此强的实力 黄斧涛又明显是 参悟了雷痕后 才开始修炼正法 若在灵寝内完成 以肉身死亡的状态 不会成长 只会腐烂 根本无法练成正常功法 他们应当是入了灵寝 得了奇遇 接着离开 修炼到外景 最后因为恶鬼气息的附体 回归了灵木 成为活死人 齐正言判断道 若我们没有六道轮回之主 应当便是他们的下场 阮玉书平静道 即使没有六道轮回之主 只要不立即发作 遇到高人 也能看出恶鬼附体 他口中的高人 至少是宗师级 孟奇点头道 也就是说 很可能是活死人之一 将玄武佩戴出了灵木 作为传家之宝 根据雷痕被参悟真意 就会消散来看 第一个进入主牧师的活死人 当是黄斧涛 得从他着手 嗯 九香事件 巨神山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将事情的轮廓 慢慢勾勒了出来 若是活死人都没拿 可以考虑得到黑色毛皮的地方 将只为画风一转 能绘制内部路线图 知道真武一种 肯定与真武大帝关系匪浅 孟奇恩了一声 当使者一死 一时半会找不到黑色毛皮的来处 还是先考虑九香事件 我觉得连环任务发展下去 迟早会去那里 这是一种莫名的直觉 大家没了轮回复 一时也去不了九香事件 讨论完毕后 将地权灵芝和太阴荡摩真姐 放入了中央光柱 地权灵芝 生长150年 价值700善功 太阴荡摩真姐 有山改 外景功法 价值1500善功 对于地权灵芝 指的150年 孟奇等人并不奇怪 先前的肯定早就被入灵寝的奇遇的人 取走炼药 或直接吞服了 至于太阴荡摩真姐 自己是恶鬼 也会在关键处改一改 反正自己等人没打算炼 也没打算吃 尽数换成善功 均分下来 每人得到550善功 算是连环任务第一步的收获 孟奇将身上给自六善门的丹药 留了必须的部分 尽数换成了善功 大概两个多月的俸禄 就有400善功 不多但也不少 若任务间隔是一年 抵得上自己耗费精神搜集秘籍 铲除山贼马匪了 950善功 孟奇开口道 江东多士 云爵波鬼 须得防备 我打算换一粒大环丹 和两个月时间修炼 争取稳固蹊跷 初步调整内天地 炼成天外飞仙 剩下50备用 将只微换掉这段 十日搜集的事物 共有900善功 文言欣然道 我也换大环丹 和两个月时间 咱们切磋修炼 大家上次兑换的事物 尚未彻底消化 最需要的不是其他 正是时间 如今有这个机会 江只微当然不会放过 而且 若没有她的指点 孟奇要想三个月内 练成天外飞仙 即使已经脱了肉体繁胎 也有点艰难 孟奇顿觉心中温暖 这就是生死之交啊 其正言身上之物 大部分为游历准备 不急着换成善功 其余七七八八加起来 也就几时 既然如此 我也换两个月时间 否则以当前的实力 到了江东有点没底 她的蹊跷意味稳固 远远谈不上调整那天地 故而打算与孟奇 和江只微一起苦修 剩余善功 则换成辅助修炼的各种事物 阮玉书皱了皱眉 我也一起 她借子环内的丹药 下次任务还能用上 因此 没有便宜六道轮回之主 剩下的一百五十善功 未曾动用 留这么多 有点浪费啊 孟奇下意识问了一句 阮玉书言也不抬 清冷道 三个月时间 你能避鼓吗 孟奇顿时哑然 还好自己 留了五十善功 各自回房中安顿之后 江只微先找到了孟奇 直接就问 你打算以金钟照 还是八九玄公 为本调整那天地 当然是八九玄公 孟奇毫不犹豫地回答 江只微轻笑一声 和我想的一样 根据八九玄公的描述 我觉得 她的重点不是力量 不是肉身强横 也不是变化 而是隐藏在这背后的 明星见性 啊 孟奇有点茫然 她修炼归修炼 对八九玄公的思考却不多 江只微扑斥一笑 明星见性是道门的说法 佛家而言 就是自身佛性 她顿了顿 八九玄公在于控制 在于变化 若你修炼到极深处 变成奇师兄 无论肉身 气息 举止 习惯 和灵魂独有特征 都与她一样 外人能够分辨吗 不能 孟奇对八九玄公的变化之能 还是很有信心的 江只微轻轻点头 那反过来说 若你见到肉身 气息 举止 习惯 和灵魂独有特征 都与我一致的人 你又能肯定不是我吗 孟奇脸色顿时变得凝重 不能 江只微神情装重起来 所以 熟是真 熟是假 眼睛所见的特点 耳朵所闻的声音 心灵所感的痕迹 皆会受到自身的限制 和外在的影响 未得全貌 凡有所得 皆被身心天地拘束 用佛门的说法便是 所见一切 皆为因缘假和 不是真实 所见诸相皆是非相 故而若能看破外在干扰 自身智骨 便可照见自身佛性 八九玄弓 正式通过变化 寻求真实的功法 你要调整那天地 需得考虑贴近这方面 他考虑到孟奇是和尚出身 将 太上建经的某些说法 换成了佛家用词 没想到 只为你有如此高的心性修为 孟奇沉默半上 感叹了一句 将只为忍住笑 我自己也是半懂不懂 绝大部分是师父给我讲解 太上建经时说的 见八九玄弓有类似之处 故而提醒你一句 蒋恒川等人 固然境界圣你 能天人合一 但八九玄弓 亦变化多端 善必栽结 你若那天地与他切合 在天人合一之下 未尝不能隐瞒自身状况 到时候 至少在知敌上 他们不会比你强 甚至可以制造假象 埋下破绽 克敌之圣 呼 孟奇吐了口气 这才是绝世神功啊 茂林城外 隐蔽之处 清光一闪 孟奇现出身形 他的气息有点飘渺 让人捉摸不定 旋即沉稳 无有益壮 天外飞仙总算练成了 孟奇遥望茂林城 脸线微笑 而最大的收获 还不是这个 第147章 别来无恙 天刚微微亮 孟奇踏着晨曦 护着清爽的空气 悠闲地进入了茂林城 他没有直接回租租的院子 而是向着有龙槐树的巷子走去 不能有一天懈怠 到了龙槐树边 斑白头发的老者 已经在刻着木雕 神情专注 仿佛手中是最神圣的事情 态度之虔诚 许多人一生 都未在一件事情上达到过 不管沉迷也好 信仰也罢 终究差了火候 孟奇心神瞪静 老样子坐于龙槐树下 看着老者雕刻 不发一言 同样的专注 日渐高 天渐亮 老者终于刻完了一个木雕 抬头看向孟奇 略微一愣 小哥 别来无恙 这是一种许久未曾见面的招呼 孟奇闻言一正 又惊又恶 他看得出来 自己实际已过了三个月 晚辈一切安好 实力大有进步 孟奇沉吟了一下 终究是担忧六道轮回之主抹杀 含糊回答 没肯定 也没否认 老者看似普通的五官舒展 笑呵呵道 有进步就好 有进步就好 晚辈在剑法之上再做突破 总算练成了一世外景剑招 孟奇蓄意挑起话题 若自己猜测的老者身份没错 剑法当是他感兴趣的事情 而且自己并未无地方时 没有可讨论的事情 还刻意往这方面靠 那样只会引起反感 老者放下了木雕和刻刀 专心制止聊天 微笑道 后生可畏啊 老夫当年练剑 能有你一成的天资和进展 就不会被市长骂了 可晚辈也没有前辈的专心一致 今年不变 修炼之路 天资 运势 机缘能让一个人走得更快 同样时间内走得更远 但能走多久 取决于努力和专心 孟奇真心实意地回答 老者摇了摇头 自嘲道 老夫一直很笨 做什么事都无法分心 别人可以一次练很多招剑法 老夫却只能将一招练到非常纯熟 举手可为 才会不受干扰地练下一招剑法 否则就会顾此失彼 两招都练不会 在其他事情上 老夫亦是如此 天资不如人 那就只能在专心 努力和刻苦之上下功夫 舍此之外 别无他法 说话的时候 他摸了摸身旁的一柄剑 包裹着淡黑色陈旧剑翘的长剑 样式普通 气息普通 直到此时 孟奇才发现 有这柄剑 之前自己完全忽略了 老者身边有什么事物 只专注于他的专注 回想起来 颇感讶异 或许前辈的天资便是专心 孟奇感叹了一句 若晚辈能像前辈这样就好了 老者再次摇头 表情略微严肃 学我者生 向我者死 孟奇闻言一阵 隐约触摸到什么 谢前辈教诲 专心 努力和刻苦 是后天养成的 老者又说了一句 拿起了刻刀和木块 孟奇见状 起身告辞 老者雕刻之前 忽然停顿 沉吟了下道 小哥 有一件事情 老夫不知当讲不当讲 前辈无需顾忌 孟奇心头一跳 莫非是刚才别来无恙之事 老者看着孟奇 静静思索了一阵 还是等井水大潮之后讲吧 到时候烦请小哥过来一趟 这段时日 就无需再来了 是 前辈 孟奇装重行李 心中有疑惑 有期待 有紧张 亦有欣喜 不管如何 关系拉近了一步 老者不再多言 低头刻起了木雕 专心致前程 孟奇静静退出了巷子 回到了自身租住的小院 等待着今日可能到来之事 正常来说 有了外援的他 应该低调安分 等江志威 阮玉书和齐正言悄然抵达 才大张旗鼓的行动 自己在明 他们在案 让算尽苍生和文曲星知道什么叫掌控之外 但自己已经卷入了漩涡 一味低调安分 只会让人怀疑 自己与江志威的交情不是秘密 他目前身处的位置不是秘密 只要有了疑心 以王死远之能 不难推测到江志威秘密来源 所以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是不能节外生枝 踏足危险 来吧 来吧 今日的 我已非昨日的我 孟奇如此想着 等到了午时 孟奇刚用过午膳 搬运气息 就听到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蒋兄 你不是去寻找邱飞的下落了吗 孟奇刚入院子 就自然而然感应到 门外是蒋恒川 他与周围天地的合一果然 有点瑕疵 上升一丝隔离 这也许就是 他为何始终没能天人合一圆满的原因 否则自己就算初步调整了那天地 与自然有所交感 也应当分辨不出来 蒋恒川脸色正重 观望四周 随手观上门 苏公子 我找到一个线索 他眉毛极浓 五官平凡 夫如农夫 仿佛便是自然的一部分 和奇光 同其沉 但在自然里 他就像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树上最翠绿的叶子 终究是同辈之中最特殊的一个 隐隐让人觉得着耳不群 之前孟奇内天地未调整 感觉不深 此时方才品出 再联想到蒋恒川所言的苦恋自身 不是为了找个主子 孟奇似乎能勾勒出一颗 真正孤傲的内心 孤单 骄傲 才是真的蒋恒川 秋飞的线索 孟奇眼神一亮 蒋恒川点了点头 苏公子 你不觉得之前的事情 太巧合了吗 因着共同行动几次 他改变了称呼 你是说 秋飞连续几日去城外山丘 仿佛等着我们发现 孟奇顿时恍然 他之前就觉得太巧合 只不过下意识认为 秋飞如此做 对自身没有好处 只受其害 对 既然是秘密之事 城内又不乏外景强者 自然是能少碰面 就少碰面 该说的该讨论的 最好一次交流外玩 免得暴露行踪 蒋恒川目光优深 宛如猎人 孟奇秉析思索了一下 可这对秋飞 有什么好处 他弄得自己身败名裂 差点连累家族 不一定是他故意做的 或许有他不得不连续几日 去城外山丘见面的原因 蒋恒川早有思考 我寻找这个猜测调查 发现秋飞这几日都在天字一号赌场的秘荣院 与人见面 故而想请苏公子一起 拜访天字一号赌场的真正主人游少辉 从他口中问出 秋飞见的是哪些人 孟奇没多犹豫 好 游少辉 大江帮掌刑堂堂主铁面无私 夜韬光的小舅子 自身实力 靠着岁月和丹药的堆积 才勉强久俏 但靠着地帮有名的姐夫 将天字一号赌场 做得风生水起 江湖上谁不卖他一分面子 蒋恒川文言一愣 露出一丝微笑 一夜未见 苏公子好像多了不少信心 孟奇笑而不语 紧紧摇头 等了足足一个时辰 等得孟奇都想盘腿打坐 不浪费时间 游少辉才打发管家出来 请两人入内见面 见旁边蒋恒川气定神闲 丝毫没有等待的不耐 孟奇对他的评价愈发高 人榜前十 果然都非浪得虚名之辈 苏公子神情自若 没有一点被轻视的恼怒 蒋某佩服 蒋恒川也夸了孟奇一句 孟奇哈哈一笑 蒋兄 咱们就别哗哗叫子人抬人了 跟着管家 穿过天字一号赌场 热闹喧哗的普通大厅 穿过功高手赌博的雅间 穿过一条向下的台阶 孟奇看到了一个擂台 上面正有两名实力不错的 开窍好手搏斗 在擂台对面 有着突出的平台 上面摆放着桌椅 工人观看鄙视之用 当前 椅子空空荡荡 只有一名中年发福的男子 没有形象的靠坐 两边各有呼吸悠长 气势强横的高手保护 游方主 蒋恒川以方主来称呼忧少辉 因为他是赌方之主 游少辉的五官其实很不错 若不发福 算得一等一的美男子 可现在 胖得有满脸横肉的感觉 他抬手打断了蒋恒川的话 眼睛看也不看孟奇两人 有什么事 似乎在他眼里 没有登上地榜的舞者 皆不算高手 在下想向方主打听一件事情 竹风棍生前 与何人在蜜龙院见面 蒋恒川涵养极好 丝毫不动怒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游少辉 还是没有正眼瞧孟奇两人 话刚说完 他想了想 望了过来 露出玩味的笑容 我这人学武没有天分 最见不得少年英才 你们都是人榜前列之辈 我愈发不喜 不如这样吧 你们与我的下属交手 表演你们的武功给我看 若能打得我满意 我再考虑 告不告诉你们 游方主 我等非是戏子 蒋恒川话未说完 就被孟奇打断 他上前一步 神情悠然地 看着游少辉 游方主 不知你要派哪位下属 蒋恒川本带阻止 可张了张嘴 还是没有说话 游少辉哈哈大笑 壮死得意 指了指旁边的高寿男子 鬼影子丁小峰 虽然一直未曾人榜有名 但如今只差半步 就打开生死玄关了 只要你能 他介绍完旁边的高手 忽然看到一道刀光亮起 似电如雷 快得超乎想象 刚有所感 长刀便已架在了自己脖子上 而这个时候 丁小峰才扑倒了他的身前 终究慢了半步 旁边另外一名高手的长剑 刚气薄发 强行扭转 擦着孟奇面门 飞向了对面墙壁 打出一道剑痕 游方主 我们不是戏子 孟奇笑眯眯看着游少辉 咫尺之内 你命有我不有你 他握刀之手异常沉稳 仿佛刀下不是游少辉的脖子 而是一节木头 第148章 都在演戏 蒋横川愣了愣 欲要阻止 由于刹那 终究叹了口气 上前一步 挡在孟奇身侧 防备两名高手的偷袭 鬼影子丁小峰 和另外那名剑客 又惊又怒 不敢相信 狂刀苏孟 竟然敢对游方主动手 他就不怕铁面无私震怒吗 同样的 他们也不敢相信 孟奇之刀能如此快 让自己两人反应不及 几乎与极光电剑不相上下 他不是以钢猛著称吗 据一气 养一体 多年上位者的生活 让游少辉震惊恐慌之后 保持住了冒灵豪强的气度 无视了脖子上的长刀 冷冷看着孟奇 你不怕走不出这扇门吗 我和蒋兄联手 天字一号赌方 谁能拦得住 孟奇一副微笑的表情 外景强者 无论在哪边势力 都能算一方诸侯了 传加利派不在话下 纵使游少辉的姐夫 铁面无私 叶涛光也顶多有几名心腹外景 属于合作对象胜过手下 他凭什么能招揽得到 外景强者来帮他看赌场 除非他将冒灵一半以上产业拱手相送 而有他姐夫的威慑力 他又何必如此做 至于半部外景 只要不遇到其中的出色者 或两名以上 以自己和蒋恒川联手的实力 打不过 难得还走不掉 游少辉并不服软 冷哼一声 过得了今天 你们不担心明日吗 若是游方主不计前嫌 告诉我们 秋飞所见之人的消息 从而让身体完好无损 相信这点小事 是引不起铁面无私前辈关注的 至于其他报复 游方主尽管来 我等接着便是 孟奇雨带笑意 话锋一转 如果游方主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苏某孤家寡人 烂命一条 又有何拒之 游少辉的瞳孔微微收缩 只见孟奇满脸笑容 干净清澈 口中却说着 让人内心发寒的话语 来赌方之人 没能力地自不必说 有实力威胁到游方主的 大多有家有业 不愿开罪了业前辈 左道好手若非必要 也不会多起争端 毕竟他们人人喊打 相信正是如此 游方主才小事了天下英雄 天下之大 大江帮又能掌控多少地方 在江东也只是与王室 阮师并称而已 苏某不才 有信心在大江帮外景 和半步外景到来前 扬长而去 远顿天涯 北周 草原 东海 南荒 西域 何处去不得 再说 以苏某表现出来的潜力 有的是大势力愿意接纳 纵使不明面上开罪大江帮 暗中庇佑 也还是能做一做的 改名唤姓之后 苏某当有两三成 可能保住性命 东山再起 而游方主你 这一刀下去 富贵香 温柔香 进城泡影 好不容易撑起了 天字一号赌场这块摊子 就舍得儿女做嫁衣 游少辉脸色难堪 几次想要说话 都被孟奇打断 听着贴心分析般的话语 看着温柔含笑的脸庞 他忽然觉得 对方真下得了手 天大地大 终究是武道为尊 所以 游方主 你真想用自己的脖子 是一世苏某的刀利不利 孟奇似笑非笑地 看着游少辉的眼睛 架在他脖子上的天之伤 微微用力 压得更紧 游少辉的脸色变换了几下 咬牙切齿了一番 最终决定 好汉不吃眼前亏 自己钱多 女人多 手下多 生活多美好 性命多宝贵 何苦与一个 还未尝到人生美妙之处的 黄毛小子斗气 秋飞连续几日见的是 金钱帮帮主 浅可通神孙科 应当是找他打探消息 至于为何如此隐蔽 那就非外人能够知晓了 游少辉一口气 将事情说完 然后看着孟奇 等待他挪开长刀 浅可通神 孟奇和蒋恒川 隐蔽对视一眼 心中松了口气 因为这位半步外景强者 向来处世袁华 秋飞又与邪魔九道勾结 身败名裂 只要给得起价钱 他应该不会为他保密 孙科是散修出身 茂林本地人 一手一脚打拼出了金钱帮 地头蛇之一 整合了三教九流 消息灵通 情报出众 只要给钱 就能帮你打探 游少辉再次哼了一声 可以把刀拿开了 还得请游方主送我们出去 贵蜀好像不太友好 孟奇笑呵呵打量着 张口玉湿的鬼影子等人 悠哉游哉说道 蒋恒川无奈摇头 传音入密道 苏公子 你的手段好是好 效果真不错 可疑惑不小啊 蒋兄 你拍个赌场的报复吗 孟奇微笑回答 蒋恒川嘴唇威敏 下巴棱角分明 语气里充满了 人榜前十的骄傲 有何拒之 只要不牵扯出大江帮 天字一号赌场 能请到多强的高手来报复 无限 栽赃 自己等人 也不是没有人满 哪怕游绍辉 请出不人楼刺客动手 要想杀自己两人 亦不是那么容易 为了出一口气 没有利益纠葛的情况下 游绍辉舍得花费巨资 请外景的红街刺客吗 至于开窍的京阶 虽然危险 但自己两人 亦非没有反杀的机会 有何拒之 游绍辉恼怒上脸 还是按捺了下来 缓缓起身 在刀架于脖子的情况下 宋孟奇和蒋恒川 两人到门边 路程中 游绍辉脑海里 忽然响起孟奇带笑的声音 游房主 多有得罪 还请原谅 传音入密 游绍辉也算是九俏高手 纵使实战不行 传音入密还是会的 恨恨到 现在道歉已经迟了 不迟 因为苏某相信 游房主别有深意 孟奇语气里 含着少许玩味 游绍辉一愣 声音略有起伏 你在说什么 孟奇外表神色不变 继续传音入密 苏某只知道一件事情 河边走多了会失邪 天字一号赌场有二十年了吧 游房主若一直是这样的做派 又岂会等到今日 才遇到苏某这样不怕死的人要挟 这只能表明 你是傻大胆 游绍辉语气之中的脑木 神奇消失 孟奇笑咪咪道 外人都以为 游房主纯粹是因为有个漂亮姐姐 找了个厉害丈夫 才能有今日的成就 但大江帮总坛在河川 与茂林还是有不短距离的 游房主不在河川 这江东重镇 大江要地 天下繁华之所开设赌场 离开铁面无私前辈的就近照顾 自己与茂林打下一片基业 又岂是 只会依赖家人之北 游绍辉黑了一声 你倒是有几分眼光 赞扬的话 谁不爱听 即使有大江帮的支撑 能让天字一号赌场天下闻名 江东第一 游房主又岂会是刚才的做派 目光狭隘 大意疏忽 蔑视高手 仇恨厚境 事无者为杂耍之侯 不止苏某看不下去 相信很多强者也看不下去 如此一来 游房主能活到今日 也算不容易 孟齐雨带笑意 苏某相信 能成大事者 没有一个是一语之辈 游绍辉胖嘟嘟的脸抖动了一下 是吗 孟齐半开玩笑地道 游房主刚才的表现 就像在对苏某说 来打我呀 来打我呀 快来打我呀 姿态摆得这么好 苏某一时忍不住就动手了 打算试探一下 游绍辉叹了口气 老了 做得有点过火了 不像以前那么不着痕迹了 他这算是变相默认了 想不到狂刀苏孟非是鲁莽之辈 他又感慨了一声 孟齐笑道 苏某向来都是 有一定把握才动手的 不知游房主有何深意 王大公子让我帮个小忙 哪能不帮 游绍辉坦然道 孟齐并未惊讶 果然是他 费尽周折得到的情报 肯定比轻易获取的消息 更具可信度和说服力 你猜到了 游绍辉反倒觉得讶异 孟齐呵呵一笑 含糊道 双方下棋 对方已经连出几手 王大公子总得阴影下巴 此时 三人已经退到了门边 孟齐打算松开天之伤 将游绍辉推向对面 你的猜测只是可能较高 若试探之后 我确实是之前表现出来的人 你该如何应对 游绍辉突然问了一句 孟齐似笑非笑地道 苏某最先说的话 也不是假的 游绍辉顿时无言 内心震动 被孟齐一推 扑向对面 嘿 骗你的 没有点把握 我还不如找机会 用变天基地大法 孟齐成功在游绍辉心里 塑造起形象 借着一推之力 如巨鸟盘旋 与蒋恒川一起飞上 雅间屋顶 躲开了剑刚和鬼影子 两三下间 就消失在天子一号赌场 事关邪魔九道 我就不收钱了 浅可通神 孙柯一脸的正气凛然 其实是怕牵扯入 生死无常宗之事 人人喊打吧 孟齐一点也不吃这套 他和蒋恒川两人 此时坐在金钱帮总坛大厅内 孙柯后面有一幅字 上面一脸写了九个钱 以示金钱开道 无往不利 孙柯 是名中年男子 国字脸型 浓眉大眼 气度不凡 但他十根手指 带着十个纸环 有碧玉的 有翡翠的 皆是难得一见的上品 部分更是不错的炼器材料 他的脖子上挂了五根链子 亦有胸针 盘扣 衣服为金丝勾成 总之 整个人金碧辉煌 仿佛移动的金库 蒋恒川无视了这名 半部外警高手的奇异打扮 礼貌拱手 还请孙帮主相告 第一日 秋飞请本帮打探一群人的下落 第二日 我们在城北某个院子 找到了那群人 回报秋飞后 他让我们进一步打探 确认里面都有谁 第三日 通过送菜和伪装成捕头查案 我们确定 里面有八臂天龙 云领三鹰等 孙柯条理清楚地回答 八臂天龙 云领三鹰 蒋恒川表情略变 怎么了 孟奇传音入密 蒋恒川脸色变换了一下 当时另一份机缘 便在他们手上 第149章 试探 机缘 你是指 与秋飞等人一起获得好处的机缘 孟奇当然知道是东阳别府 但蒋恒川不说 他也就装作猜不到 蒋恒川脸色正重地传音入密 是的 机缘一共三份 我手上一份 秋飞那里一份 八臂天龙和云领三鹰 这伙人有一份 当时入了外围 各自得到了一定好处 因为进入核心 须得三份机缘同在 且必须是每月特定时日 大家各自戒备 分别散去 看来秋飞勾结生死无常宗 是想找机会 从八臂天龙他们那里 抢到机缘 云领三鹰这伙人 正是六扇门几个月前 感觉茂陵暗流汹涌的罪魁祸首 他们人多势众 为了夺宝而来 势中步伐残杀 事后销声匿迹 想不到依然躲在茂陵 当然 如今茂陵的暗流 比起几个月前 只强不弱 若用河流比喻 当时是井水 现在则是百川汇入的大江 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也不弱呀 孟奇感慨了一句 云领三鹰 乃狄州蓬州一带 有名的开窍好手 老大赤爪鹰 更是登上人榜 排在四十五位 八臂天龙更不得了 曾经的人榜前二十 现在的半部外景强者 比竹风棍秋飞 只强不弱 蒋横川笑了一声 若他们不强 当时又岂能哪得走好处 秋飞又为何要联手 生死无偿宗弟子 才敢动手 如果他们不强 蒋横川自身也非省油的灯 杀人未必 好处肯定得留下 机缘嘛 有原者得知 旁边的浅可通神 孙科看着两人 用传音入密交换意见 动了动满是指环的右手 笑眯眯道 两位 为何听到八臂天龙 会做此反应 而且 秋飞也在找他们 难道他们牵涉到某个宝藏 作为金钱帮帮主 他对机缘 奇遇 宝藏等事 相当的敏感 哪里哪里 只是没想到 会遇上如此强手 蒋横川打了个哈哈 起身告辞 两人连妹 出了金钱帮总谈 没有商量 默契地赶往八臂天龙等人 隐藏的城北院子 不说抢夺机缘 至少得提醒他们一句 被生死无偿宗盯上了 不能大意 免得机缘落入邪魔九道之手 一害武林 一座隐蔽院子里 一名高光骨炮的年轻人 敲打着桌子 黑了一声 怎么 有事让我做 狂刀苏梦最近的行踪 颇为诡异 并且似乎还有压箱底的手段 你再找机会是他一事 免得到时候拖出掌控 对面之人沉声道 高光骨炮的年轻人 呵呵笑道 他 宝兵暴露 雷霆性质的外景杀招暴露 加上广为人知的阿南破戒刀法 金钟罩 还能有什么压箱底的手段 反正都是纳入手中的棋子了 何必用我这口牛刀 杀鸡烟用牛刀 当时有天之商激起的电闪雷鸣 梦齐狂雷阵九霄特征被掩盖 除非与要扎外景真正交过手 否则很难辨认出 是子雷契机之一 不能疏忽 对面之人强调道 我们距离正式成员 还有一道砍 这次的事情 最好不要失败 好吧 好吧 我就勉为其难试一试 高光骨炮的年轻人 一脸无奈 仿佛提不起兴致 对面之人叮嘱了一句 火得 记住 只是试探 不要出狠手 他还有很大用处 放心 他也不弱 我要是不拼尽全力 哪能杀得了他 高光骨炮的年轻人 一脸都无所谓 再说 两人施展开身法 在热闹繁华的茂林城内 全力而行 明明拥挤不堪的街道 或闪转腾罗 近乎不可能地穿过了人群 或高来高去 身影如幻 让下方百姓以为眼花 金钱帮总坛本身就位于城北附近 不多时 两人便到了孙科描述的那处普通小院 白墙黑� 藤曼资长 这里与江东水乡大部分院子 没有任何区别 仅仅更为陈旧 孟奇走到门边 光明正大 拉起斑驳的铁制门环 敲响大门 若里面之人问起 就说捕头查案 一假一真 敲门之声传出很远 惊奇几只飞鸟 扑腾着翅膀 展翼高飞 里面静悄悄 毫无动静 无人发问 无人开门 孟奇和蒋恒川对视一眼 品出了异常 纵身一跃 当即翻过院墙 精神蔓延开来 周围景象 映如孟奇心底 水桶翻倒 自横处处 泥土纷乱 满是脚印 开着门的大厅内 桌椅折断 随地洒落 布满了拳印 找痕 剑技 血块 没有尸体 莫非遭遇强敌后 匆匆撤走了 孟奇脸色凝重地判断道 蒋恒川并未多话 直接了当道 我们分头检视 寻找他们离开的路线 最好能从这里的痕迹 判断来袭之人有哪些 好 孟奇一没有啰嗦 抓紧时间最重要 穿过中厅 天井 孟奇独自进入了后院 这里依然有打斗的痕迹 咦 怎么鲜血不多 双方势均力敌 或者偷袭被发现了 孟奇发现 大部分是战斗痕迹 少有血迹 正当他检视痕迹时 心中忽然生起一阵危险感 想也没想 就抽刀转身 劈向后方 他修炼不死硬法 变天基地大法后 本就灵觉出众 八九玄公 又为善于预知危险 避开灾结的神功 如今更是调整了内天地 与他初步相合 对危险的预感 不亚于天人合一者 后院屋顶 一道人隐顺着梁柱滑落 如鬼魂般降临 双手各持一枚赤血铜环 击向孟奇背心 来袭之人身穿骨袍 头发包巾 脸上戴着一张戏剧里的 火德星君面具 满脸红铜 双目圆睁 随着铜环的击出 一道道真气凝成环状 打向孟奇 笼罩了四面八方 在孟奇心灵之中 这一道道高度凝聚的 真气之环别有特殊 它们仿佛极端危险的 爆炸物 危险内敛 看似无害 一旦触及 就会连环爆开 掀起恐怖的气浪 和滔天的火焰 端得阴狠霸道 而且来袭之人 仿佛一团火焰 分成九重 让孟奇感 因不到常规意义上的 真气流动 肌肉反应 只觉以自己为核心 处处都有热浪袭来 火得星君 接近天人交感了 他虽然不如蒋恒川 等天人合一者 但也只比当初的魔后 又相差半仇 孟奇心静无波 天之伤 虚伏四炸 轻轻飘飘 斩向同环 刀势魂元 虚不受力 似苍天 如混沌 因其空而容纳一切变化 将爆裂的真气之环 尽数笼罩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蕴藏着可怕威力的 真气之环似水往低处流 分毫不少地投入了 魂元刀势之中 眼看就要无声无息消敏 当 突然 来袭之人两枚同环 自行相撞 发出高亢轻悦的响声 震得孟奇脑袋一炫 轰的一下 所有真气之环炸开 化成了滔天火浪 急速燃烧向孟奇 他接近天人交感 能初步感应到 我的真气流动 和肌肉反应 所以 刚才一击是陷阱 孟奇心中有所明悟 暗示八九玄宫 不动声色展开长刀 魂元爆发 如江海之园 波浪重重 滚滚涌向灼热气浪 以水灭火 此乃掌握很久的 刀刀精益之一 自已成唐家烈将刀法误出 来袭之人手中的同环 借助相撞之力 突然变招 一下套向了孟奇刀尖 只要被套中 就能凭借同环 和自身功法的特殊夺刀 距离很短 同环与长刀很近 再行躲避 已然不及 果然又是堪破了 真气流动 眼见同环即将套中刀尖 来袭之人难免泛起一丝欣喜 就在这时 他的瞳孔剧烈收缩 因为本该在那个位置的 天之伤不见了 他仿佛被鬼神附体 陡然消失 这看似惊悚 其实只不过是 孟奇满天过海 预留了大部分力 长刀及时挑起 拖出了来袭之人的视线 刀光空蒙 从来袭之人 预想不到的角度 斩向他的脖子 刀如烟 四红尘 方寸之间 欲念自显 周围折断的树木凄凉 欲求生机 地面脚印痕迹处处 脏乱不堪 只想清静 此时此刻 刀光笼罩范围内 一切都仿佛有了别样意味 灯灵决定 化身真神 火得要事 再造天庭 心中日思夜想之事 在来者眼前浮现 让他难以把持 我们是一个互相帮助的组织 付出就能得到 五道之上的回报 你能够想象到的任何回报 你潜力很强 可惜明珠蒙尘 无人辨识 修了九火罗天诀 你就是火得心俊 待到天庭在线时 押服所有门派施加 护体刚气破裂 让他一下回神 刀气已然刺得他皮肤生痛 一道道爆裂的真气 在他体内相撞 产生了连环爆炸 燃烧起了熊熊烈火 带起了恐怖的力量 借助这股力量 他于半空之中 强行挪移了一尺 避开了天之伤 这时 他心脏骤然一停 因为一道剑光 冲涩满了他的世界 剑如黄黄雷霆 辉煌灿烂 难以用语言描述 他没有变化 只此一剑 可有的时候 没有变化 就是最好的变化 火得心俊 只觉这一剑 是他生平见过 最华丽的一剑 可也是最致命的一剑 处在自身的位置 仿佛自行将额头 迎向长剑 而且先前 就强行变化了 如今哪还能躲避 中计了 他的武功很奇怪 我还有绝招卫使 我只是来试探的 啪 火得心俊落到了地上 双目圆睁 凝固着无数情绪 额头一缕 鲜血一出 孟奇收剑龟翘 正要搜身 一蓬烈火燃起 猛地将火得心俊吞噬 瞬息之间 只能下灰尘 和两枚愈发赤红的铜环 火得心俊 你 你杀了他 蒋横穿文声赶来 刚好看到这一幕 有点目瞪口呆 这年头 戴着火得心俊面具的高手 很少很少 第150章 猎杀 孟奇点了点头 面对这种高手的偷袭 契机牵引 难以留守 他颇有无辜质感 不是自己不想抓火口 戴着火得心俊面具 闻取心俊 莫非是一伙的 蒋横穿皱眉 看着栩栩熄灭的火焰 不对 上次是有人刻意栽赃 闻取心俊 莫非见 我们没上当 用同样的伎俩再来一次 可惜既不如人 死在了你的剑下 大江帮乡主储官之事 副堂主陈亚松 和青寿捕头代妃 后来也品出了不对 没有据此禀报 免得如此漏洞百出的判断 告知上层 惹来责骂 被认为愚蠢 绝了上升机会 当然 一名乡主横死 陈亚松是瞒不了的 必须汇报给河川总谈 但他仅仅如实描述 没有添加一具自身的意见 让大江帮高层们 自己判断真假 做出应对 孟奇若有所思地道 他用的功法 倒是像神话里的火得心俊 根据五方地刀青鱼的情报 他有八成把握 是真的火得心俊 再加上先前的思维层次陷阱 对幕后之人 是闻取心俊愈发肯定 只是不清楚神话 来了多少人 有没有正式成员 要假冒火得心俊 功法自然地相像 蒋恒川一边检视四周 一边随口说道 闻取心俊和火得心俊 到底是什么来临 为何江湖之中 急急无名 又为何有人要栽赃陷害他们 孟奇撇了撇嘴 这就得问他们自己了 若是我知道 何必苦苦追查 苏公子 上次你被栽赃 差点伤于我手 今日又遭偷袭 幸好对方实力不济 蒋恒川微微皱眉 目光望向孟奇 他们屡次针对你 恐非巧合能够解释 不知你能否想到原因 这或许是重要线索 孟奇思索了一阵 决定透露少许 茂林暗流汹涌 不少年轻高手收到纸条 信件等 因为各种缘由来此 就像蒋兄你 只有我是例外 自行前来茂林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才被幕后之人视为眼中 或者不受控制的棋子 急于抹去 不过这有一个问题 既然自己入了茂林城 又逃过了陷阱 幕后之人为何还要紧咬不放 正常来说 不是该顺势 将自己也化为棋子吗 蒋恒川闻言一愣 沉默半赏道 想不到还有这种事情 却是卷入了一个漩涡 他顿了顿道 苏公子 有一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席耳恭听 孟奇疑惑道 蒋恒川斟酌着语气 茂林乃天下雄城 大将要害 日常来往的好手数之不尽 未受幕后之人邀请者 恐怕才是绝大多数 他凭什么认为 苏公子 你会打乱他的布局 想要除去你 以这样的想法论 怕是得将茂林城杀的人头滚滚 浮尸百里 也许我人榜有名 被他一提醒 孟奇顿时觉得蹊跷 或者 我捕风密探的身份 被幕后之人知道了 不会 蒋恒川肯定摇头 来往茂林的前人榜高手 或大器晚成者很多 实力不下于苏公子你之人 蒋某不敢说很多 但绝对不会太少 面对你的到来 正常不是应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免得节外生枝吗 孟奇宁众点头 言之有理 苏公子 还请你回想一下 你是否做过 让幕后之人误会的事情 比如 让他误会你有备而来 要扰乱他的布局 蒋恒川做着猜测 听到这句话 孟奇脑海里 如有电光石火闪过 猛地记起一事 由 蒋恒川神情略显振奋 等着孟奇述说 在英雄楼上 武方地刀清瑜曾经对我说 想不到苏施主也来了 我不明所以 觉得蹊跷 所以回了一句 道兄能来 在下也能来 孟奇将当时的场景还原 别人或许不清楚 幕后之人肯定知道自己 邀请了哪些人 明明没有狂刀 你怎么还一副 明白秘密的样子 岂不是刻意寻来 蒋恒川表情正重 有点兴奋 多半是这句话造成的误会 当时都有谁听到了这句话 他们会不会外传 孟奇思所道 能入英雄楼第五层的本就稀少 那时仅有武方地刀清瑜 她是受邀请而来 以她的个性 亦不可能拿我的话问人 对了 还有英雄楼东家 世外奇翁人平生 说到最后 她表情若有所思 难道是世外奇翁 蒋恒川 亦变得凝重 没有真凭实据 则是得从长计议 孟奇感觉有些问题 可始终找不到疑问在哪 不是清瑜 就是任平生啊 蒋恒川吐了口气 理应如此 孟奇将火得新军的同环拾起 我得查查火得新军的真实身份 虽然火得新军实力不凡 就算没有绝世神功 光靠境界 也至少是人榜前三十 但作为神秘组织的人 他日常表现的功夫 兵器和以火得新军身份 出现时的不太可能一致 或许因此未上人榜 要想查明他的身份比较困难 只能先从兵器的材质 特殊等着手 好 蒋恒川点头道 我们现在先找八壁天龙等人 八壁天龙和云岭三英离开的痕迹 很乱 孟奇和蒋恒川花了许多时间 问了周围邻居 也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见天色已晚 彼此道别 各回各家 整理思绪 孟奇信步而走 思考着火得新军 和世外奇翁之事 以及王大公子 为什么要让尤少辉做戏的原因 越走天色越黑 秋日的晚风带上了一丝寒意 突然 他停了下来 左手拍了拍脑门 自嘲道 放着轻于不问 在这里胡乱思考做什么 他万一顺嘴告诉了某人呢 笑了笑 孟奇改变了方向 背刀附件 穿入一条僻静巷子 拐往黄亭关 这条巷子白日就很清静 到了夜间 更是人际全无 两侧墙壁之内的树木 头下漆黑阴影 宛如一条条婆娑恶鬼 让人望而生寒 些许月光 不增光明 反天阴森 孟奇连真的恶鬼和僵尸都碰过 何惧僻静夜路 下意识防备偷袭 迈步前行 走到一半 一阵凉风吹过 孟奇忽然汗毛耸力 难以言喻的危险感猛地冒出 毫无征兆冒出 下意识就跨前一步 比起下午火得星骏的偷袭 此时他完全依赖于灵觉 和对危险的预感 除此之外 根本感觉不到敌人的动作 身影和气息 似乎危险仅是自身的幻觉 背后根本无人 一步迈出 寒风吹拂在孟奇的后颈之上 仿佛刚才有人要一把 捏碎自己的脖子 天之伤抽出 孟奇头也没回 反手横扫 真气勃发 势大力尘 如有扫荡千军之势 空无一物 须不受力 孟奇长刀斩中了空气 得到的结论与感官相似 背后无人 可孟奇心中的危险感还在攀升 他再次跨前一步 然后又是一股寒风吹到后颈 让汗毛根根立起 似乎显显避开了致命一击 来者能天然合一 与周围环境一体 果而我感应不到 他借助天地自然 把握住了我的真气流动 和肌肉反应 提前避开天之伤 孟奇 由于蒋横穿战斗的经验 反应极快 内天地运转 部分真气折服 部分如常运转 肌肉表层意识毫无异装 天之伤往后一挑 果然还是斩中了空气 仿佛没有任何敌人 就在这时 天之伤陡然一跳 诡异的油条变灰 横扫出去 破 刀锋终于斩中了某个 坚如金石之物 一股大力涌来 超过孟奇的内力两三筹 孟奇周身按睛流转 化解了部分力量 同时施展不死硬法 便死为生 借力前奔 顺势转身 咦 一道略显古怪的声音响起 接着再无动静 孟奇转身横刀 欲带出招 却看到巷子里空空荡荡 月光微弱 树影婆娑 哪有敌人 若非有刚才的轻仪 和刀掌相交的感觉 孟奇只怕会以为 做了一场噩梦 他汗流几倍 比下午杀掉火的新军 比当日从蒋恒川手下逃脱 还绝惊险 刚才应对稍有迟缓 或那天地未有小成 便是脖子折断的结局 刚才的敌人 恐怕比蒋恒川还危险 而且一击不中 当即远扬 就像一头孤狼 孟奇感慨了一句 而且还不知道 他为何要袭击自己 他脚步加快 戒备更深 迅速穿过巷子 没过多久 就赶到了黄庭关 劳烦了之客 夜入青鱼的小院 刚过院门 坐在石凳上 仿佛在等待自己 不过他发际散乱 左肩有一道深深的爪痕 鲜血缓缓一出 青鱼一边处理伤口 一边平静道 你来做什么 你被谁伤了 孟奇仿佛想到了什么 青鱼黑了一声 骄傲内敛 被一头狼咬了一口 狼王铁生 孟奇终于确定 刚才的敌人是谁了 青鱼处理好伤口 将衣服拉上 是这头狼 喜欢猎杀高手的狼 没想到他也来了 狼王铁生 草原新一代的佼佼者 据说喜好杀戮 爱像狼一般猎杀对手 不一定需要特别的目的 觉得你伸手不错就行 不过他一非疯狂之辈 在草原上 很少招惹大势力的核心 想不到来了大劲 却连续对玄天宗敌传 和自己下手 孟奇心中浮现出狼王铁生的资料 那得通知六扇门 和茂林众高手 准备围杀这头狼 青鱼点了点头 理应如此 对此杀戮成性者 不能有丝毫大意 想着自己解决 嘿 莫非他真以为大劲无人 于他而言 孤身一人 便于躲藏 难以暴露 一旦惹到外景 立刻远扬 就算杀了大派嫡传 或大世家嫡子 只要能收敛踪迹 盾回草原 谁又能拿他怎样 对于狼王铁生 孟奇玉玉悦是 不过还是清楚对方的实力 大概与江指微伯仲之间 草原与北周 大劲属于开战状态 若铁生杀了大派嫡传 世家嫡子 只会受到大汉 孤尔多的欣赏 而孤尔多是 草原五百年一出的强者 奇玉得到并修炼成了 苍天灭世诀 正的天法宝体 天榜第一 这非是他真正实力 强于冲河道人 空文神僧和陆大先生 而是他执掌着一把绝世神兵 天诛府 两者相加 自然更胜一筹 强过只有正常神兵的 其他法身 而且草原之上 还有一位法身 与他联手抗击中原的法身 长生较大满 长生尊体